儿子考上985 我提出送他去学校报到 他万般推托 不让我去 我以为他是担心我太累 没想到 在我偷偷出现在他校门口的时候 他一脸不悦 还跟女朋友说我是家里的司机 他女朋友盯着我瞎掉的一只眼 拿出手机录像 家人们快看呀 一只眼也能当司机 太不把人民当回事了吧 我被网报 他却因此涨粉几十万 为了维持热度 他往我身上泼脏水 说我猥亵他 没有哪个女孩子 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我儿子不由分说 将我摁在地上打 我被网报得更加厉害 他们人露出我的信息 当看到我的一等功勋章时 所有人都沉默了 在亲耳听到儿子说 我是司机的刹那 我整个人完全僵硬了 他女朋友趁我不备 擅自摘下我的墨镜 指着我被摘出眼球的右眼惊呼 好恶心啊 怎么只有一只眼睛啊 我弯腰把墨镜捡起来戴好 问儿子 俊文 这是你女朋友吗 儿子闷闷地恩了一声 他叫林佳 是我女朋友 林佳 好熟悉的名字 我资助的女孩也叫林佳 我问她 孩子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家住在哪里 林佳没来由的突然发火 我家住在哪里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区区一个穷司机 有什么资格过问 成家未来少奶奶的事情 说着 他依偎在我儿子怀里撒娇 俊文 一只眼怎么当司机啊 太不负责任了 你还是把他开了吧 你家怎么说也是豪门 用一个残疾人做司机 太掉档次了 我听得满肤怒火 不过面上依旧镇定 静静地看着儿子 他看了我一眼 就心虚地低头对林佳说 好 都听你的 你先进去 我跟他说两句 林佳撅嘴说 不 然后用手机对着我的脸录像 笑话 我一只眼也能当司机 直到儿子把我拉走 他才罢休 儿子把我拉到墙角质问我 不是让你别来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突然出现 会让我很丢脸 我看着地上 我那具略显勾楼的身影 苦笑了一声 问儿子 承认我是你父亲 就让你丢脸了 他烦躁地挠头 不承认不否认 行了 我没功夫跟你细说 反正 在我跟林佳结婚前 你就是我的司机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 对他说 你装夫二代交女朋友 是交不到真正的执行人的 他瞬间就急了 装夫二代怎么了 只要你不说 谁能知道 我们那帮兄弟都这么做 而且 林佳是个富家千金 独生女 只要我跟他领证 他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摆出严肃的样子说他 儿子 你苦读十几年 如今终于考上重点 想要成功 有的是 比这条更好的出路 弄虚作假 绝非君子所为 他一下就炸开了 侯我 不是因为 你穷我用的着装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了 我告诉你 陈明辉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 就是做你的儿子 他越说越气 看得出怨气 已经积攒了许多年 在这一刻 全部爆发 怒将我手里的袋子 摔在地上 什么破礼物 谁家的成人里用袋装啊 你没那个钱 就别学人家送脸 他踢了一脚袋子 才愤愤地走开 日头炙热 却晒得我浑身发亮 我捡起袋子 打开里面的礼物 分别是一串车钥匙 和一个房本 总价值六百万 是我本打算送给他的成人里 我身价过百亿 从金钱的方面讲 也算是别人眼中的大富豪了 可我儿子却从不知道这些 只因我从他小时候开始 就装穷 希望以此锻炼他的意志 让他免被金钱牵着走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热泪盈眶 我以为我成功 把孩子锻炼成才了 现在才深刻地意识到 孩子的心早已被金钱扭曲 司机老吴问我 先生 要不要按计划告知少爷一切 把他接回大宅住 我叹了口气说 还没到时候 我想做点什么 把儿子的价值观 拉回正道上 于是 怀揣着一丝希望 我在儿子学校 找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 由于我之前给学校 捐过一座会堂 因此跟学校领导很熟悉 他们迅速安排我入职 并且专门负责 儿子宿舍楼前的清洁区 上班第一天 我就发现 好多人盯着我看 还有人用手机拍我 他们用极其嫌恶的眼神盯着我 仿佛我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罪人 有人问我 大叔 你是被人曝光了 才被辞退的吧 其他恶语也不断砸来 把人撞死了 都不用坐牢 真特么恶心 学校领导也瞎了眼吧 这种人都能招进来 我一头雾水 有学生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视频博主赫然就是林家 他将昨天拍我的视频 发到网络上 三两言语 就把我描述成一个 不负责任的司机 评论区有人疑惑我是否撞过人 他回了一句 因为是残疾人 撞死人不用负责人咯 这句话引起群情激愤 短短一个晚上 这个视频就传遍全网 打在我脸上的马 跟没打没去别 所有人都骂我 是一个失弱凌弱的罪人 而林家 却被人奉为 揭露罪恶的天使 粉丝量蹭蹭往上涨 此时 一大群学生围住我不断质问 有些还动手推我的肩膀 恰好 我看到儿子从宿舍里出来 我怒声大喊 俊文 你过来 所有人都散开 看向儿子 儿子面皮全红了 两只眼睛无声地瞪着我 我对他说 你跟大家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其他学生问他 怎么回事啊 俊文 你认识他 儿子的手握成拳头 紧绷得青筋突起 几秒后 他冷漠地看着我 说 认识我家的前任司机 人群轰动 紧跟着追问他 所以网上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撞死过人 我眯了眯眼 对儿子说 俊文 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 别让我 继续失望 儿子眉眼略有松动 拳头也松开了 可就在这时 邻家跑来了 儿子一看到他 脸色就立刻不一样了 嘴巴秃秃地就说 没错 他是撞过人 但当时是误杀 没负责 我心中的闲断了 抓起手里的扫把 就朝他大腿打过去 养你不如养一条狗 邻家尖叫着 用手里的包打我 你凭什么打他 我怒道 就凭我是他爸 摇晃着儿子的手臂笑我 他说你是他儿子 你不说两句啊 儿子已经气得大喘气 一双眼睛充满杀气 像是恨不得用眼神杀死我 半晌后 他应该是知道瞒不住了 便冲我吼 有你这种罢 是我一辈子耻辱 啊 他这是铁了心 要把无中生有的脏帽子 往我头上扣啊 周围的人一听 自然就以为他不认我 是因为我撞死过人 令他蒙羞 因此能理解 然而 邻家的关注点 跟他们可不一样 他满脸意外 紧张兮兮地追问儿子 他真的是你爸 你爸不是千万富豪吗 怎么可能是一个穷瞎子 儿子慌乱地抓住他的手 佳佳 你听我解释 我现在是没钱 可我以后一定会有钱的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个对儿 一带穷 带带穷 你这种穷鸟丝 以后别来招惹我 分手 他提起手里的包狂打儿子 就这样儿子也没松手 也不知道 是真的爱他 还是爱他的钱 不一会儿 他就追着林家儿去 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受人指责 我面对周围 陈生说道 你们要是觉得 我真是个犯人 就去警察局报案 指责的声音少了点 有人问我 你这是不承认 你杀过人了 我严肃回应 我要是真的犯了法 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你们不相信警察和法律 反倒被网络上的 风言风语牵着鼻子走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考上这所大学的 我一说完 这些年轻人 就全都晋升了 心情不好 我也没跟他们继续理论 拉着拖车就走了 我连上了三天班 也没再见到儿子 听她同学说 她跑去林家的学校 求和不成 就在宿舍里摆烂打游戏 连新生军训都没参加 我等她想通 等她认错 可我却等来了 林家的心意伦污蔑 当时 她主动来找我 说兜里有东西要交给我 是她跟我道歉的礼物 但由于 她两手都拎着东西 就让我自己拿 我本不想拿 无奈她贴得越来越近 我索性伸手过去 结果 手刚伸进她的兜里 就拉出了一件女尸底裤 她立刻尖叫大喊 一批学生被她吸引过来 一来就看到我手拿女士衣物 而林家捂住胸口 蹲在地上 衣衫不整地大哭 她委屈地指着我 哭喊 她猥亵我 她猥亵我啊 也许是我前两日的教训 有了效果 这次 学生们并没有像上次那样 偏信她的话 一个个都让她先报警 没人指责我 我略感欣慰 就在这时 我听到儿子的怒喊 程明辉 你个王八蛋 我打死你 她拨开人群挤进来 不由分说地 揪起我的衣领揍我 连揍好几拳后 她被同学拉开 大家劝她理智点 她呸了一声 目自欲裂地瞪着我喊 我从小就听说 她眼睛 是偷窥女人洗澡的时候 被刺瞎的 她分明就是死性不改 想找刺激 连儿子的女人都不放过 林家趁机拿手机 对着我们拍 大家都听听 她儿子都不像她 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 我 我拿出手机直接报警 最后 警察因为证据不足放了我 林家却依旧坚持 我摸了她 碍于周围没有监控 警察也无可奈何 儿子依旧认为我做了这事 在警局时 不断以我的瞎眼举例 其实 她所谓的偷窥别人洗澡一事 全是谣言 不知道是由谁而起 只知道 某天开始 孩子们就在偷偷笑我 说我老色魔 活该被刺瞎一只眼 那时候 儿子为了给我争一个公道 拼了命跟人打架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她却变成那些人之一 有了她所谓的佐证 就算警察没给我定罪 网民也认定我是个猥胁狂 林家借着这件事 又涨了一大波粉丝 她开直播诉说委屈 一场下来 赚了不少礼物 已经算是一个小网红 而我 却受尽白眼 个人信息 也被那些疯狂的网友人 肉出来 他们想看看 我过去究竟还犯下多少罪孽 也想找出 我撞死过人的证据 因为装穷了18年 我富豪的身份隐藏得很好 除此之外的信息 基本全被曝光了 此时 我正在扫地 学校便利店 正在播放关于我的新闻 程明辉今年51岁 曾是一名刑警 在18年前的连环杀人案中 因与歹徒搏斗 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却成功救下所有人质 或一等功 在他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 并没有发现任何不良记录 因此 最近网络上 针对程先生独演的 诸多不良猜测 全是谣言 此话一出 全场沉默 那些细碎的指责声 消失于无形 周围无数道目光 奇奇地朝我看来 他们的眼神里 交织了恶然和歉意 很快 就有人陆陆续续地上前 跟我道歉 一个人起了头 其他人也都纷纷对我拘功道歉 我的心情并没有好多少 因为 我儿子从始至终都没出现 他甚至没有 给我发一条短信 我坐在树下 心中一片怅然 不由自主地想起 十多年前的事情 起初 我并没有装穷养娃的想法 毕竟谁愿意让孩子 跟着自己吃苦呢 直到我亲眼目睹三岁的儿子 在幼儿园对同学拳打脚踢 被老师发现后 我把他打伤了又如何 我爸有的是钱 大不了赔钱就是 说完这话 他还对老师和那名同学做鬼脸 完全没有丝毫回忆 我的之后 立刻放下一切工作 回家教育他 整整一个月 我都在试图 培养他正确的价值观 没想到 不仅没有半点作用 还让他觉得 我很爱他 很在乎他 会给他兜底 自那以后 我就萌生了装穷育娃的想法 并且迅速付诸行动 虽说是装穷 但其实也就是普通人家的生活 但凡班里同学有的 我都会给他置办 只要不涉及到攀比的程度 什么都能满足他 绝对不让他被其他人瞧不起 他不在七零同学 一心埋头读书 我很欣慰 总以为自己这个办法奏效了 现在才知道 儿子的价值观根本就没变 他甚至变得更糟糕 把一切的不幸都归咎于没钱 我待做许久 很茫然 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下班后 我回到生活了18年的小两世 儿子不在 我也没心情吃饭 就下了一个面条当晚饭 就在我刚坐下要吃饭的时候 门被大力推开 儿子一脸阴沉地走进来 然后掀翻我的饭桌 碗筷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面条也狼狈地趴在地板上 撑了一滩糊糊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都被甩了 你还有心情吃饭 说着 他又一脚踹坏一旁的电视机 力道之大 连带着弄倒了 我跟他的合照 他一脚踩坏相框 发了疯一样 见到什么就砸什么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发泄 直到他累到没力气 我问他 你对我就只有怨气吗 他说得抬起星红的眼 死死地盯着我 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 喷着口水质问我 不能给我最好的生活 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没用 我自己寻求出路 你硬要砸我的厂子 你觉得你很光明磊落是不是 我呸 我失望地看着他 苦笑 没错 我是穷了很多年 但是你别忘了 这些年来 我再穷再苦 累得也是自己 没有累着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没有让你跟其他同学 有太大的差距 如今 你为了攀上豪门 不认我 甚至还故意 往我身上泼脏水 程俊文 你门心自问 这是对的吗 他眼里的力气未减半分 拔高声音继续吼我 少跟我扯这些 为了儿子的前途 你牺牲一点 又有什么 不就是网报吗 只要你没有犯罪 谁又能拿你怎么样 与我相比 你那自尊心 能值几个钱 你获得一等功 有个屁用 有钱吗 没钱都是浮云 他越说越激动 从小到大 就因为你是残疾人 别人作文写爸爸 都能拿第一 而我却一个字都不敢写 因为一想起 你是个残疾人 我就觉得丢脸 为什么血缘关系斩不断 我恨透了 有你这种穷霸 我冷笑 也就是说 你想跟我解除父子关系 对 我点头 好 我满足你 实话告诉你 你并不是我亲生的 而是我领养的 在他惊喜的眼神中 我迅速找出 当年的领养证明 甩给他看 他捡起证明 一目十行看完 突然哈哈大笑 我就知道 我这么优秀的人 不可能有你这种父亲 这句话 就连在外头看戏的邻居 都忍不住骂他白眼狼 他依旧大笑 所以你们怎么骂 反正 我很快就要 摆脱这种低级的生活了 我的亲生父母 一定是大富豪 在他的要求下 我次日 就跟他去解除了领养关系 他当着我的面 给林家打电话 佳佳 我告诉你 我很有可能是富豪 被拐多年的亲儿子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摇头淡笑 他看到后 收起笑容 对我说 我怀疑你是人贩子 等着 我语气伯良地回应他 林家并非什么富家千金 他来自大山 家中排行老大 有四个弟弟和妹妹 这些年 靠别人的资助读书 跟你一样 装富二代 企图调到真富豪 他冷哼 老鬼 你的话我是一个字都不会信的 等着被我起诉吧 看他走远 我叹了口气 回到车内 老吴告诉我 林家这些年 用各种补习的借口 从我这里骗钱去包装自己 结果调到的男友 都是和他一样 爱慕虚荣的假货 我让老吴撤回对他的全部资助 同时 起诉他造谣诽谤 不久后 我接受记者采访 在采访中 我承认自己是资助人 否认了林家对我的一切诽谤 很快 相关的话题就冲上热搜前列 景浩资助多年的 贫困生竟是黑心白眼狼 景浩 景浩富豪 装穷18年 只为把杨子锻炼成才 景浩 新闻一出 儿子就疯狂打我的手机 我不接 他就去我公司楼下大闹 闹了几个小时候 跪在门口哭着喊 爸爸 我错了 我说回之前的话 我不解除关系了 他跪了一夜 也没等到我 我实在没心思见他 也不想原谅他 把他养大 已经算人至义尽了 接下来的路 就让他自己走吧 另一方面 林家在舆论和法律的双重压力下 迅速承认错误 并且道歉 那些网爆我的人 全都转头去反噬他 据说 还有不少人在他宿舍楼下 等着他出现 然后扔臭鸡蛋 他上课的桌椅 都被人动手脚 频频闹出笑话 同学孤立 老师谴责 很快 学校也宣布要将他退学 他搬出学校的时候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非常可怜 有人直播了全程 我也看了全程 自始至终 都没看到儿子出现 反倒是他 一离开学校 就去找我儿子 对我儿子又是道歉 又是求和 结果却被我儿子一脚踢开 让他滚远点 儿子凶神恶煞 指责他装腹二代掉铠子 满眼都是厌恶与恨意 半点之前的情谊都不上 原来所谓的深爱 也不过是大难临头个自飞 我念在他年轻 也不想折腾 就撤锁了 然而 关于我的热度 却没有就此消失 只是 比起养了两只白眼狼 他们更关注我的财力 网上关于我的介绍 大体概括为几个词 单身 无子 多金 因为有钱 我的残疾 变成了他们所谓的萌点 说是一只眼的人 更可爱 助理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 我只觉得很无语 没有继续关注 三天后 儿子离开了 我突然收到一堆恶毒短信 全都咒我去死的 发信人 全是儿子 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还花钱收买一些 懵懂无知的孩子 去破坏我的车 我在外头上公共厕所时 一条毒蛇窜进来 后来查了 很大可能也是儿子放的 他是真想让我死啊 回想起我过去十几年的付出 我内心一片苦涩 我报警后 他就被拘留了五天 日子才算清静下来 没想到 当我回到价值千万的别墅时 却见林家出现在我家里 他双手捧着一碗热腾腾的汤 两眼冒出湿漉漉的眼神 嘴上说着对不起 我忽然想起 好久之前 林家刚从大山来到这里 无处可去 我就让他暂时住在这里几天 他离开后 我也忘记了修改大门密码 我没有接过他递过来的汤 走到沙发落座 问他 你来过这里几次 他心虚地垂下眼皮 小声回答 八次 啊 我给家里佣人放假的次数 也是八次 我问他 俊文跟你来过了吧 他点头 然后又说 叔叔 之前是我们错了 你看 你俯养俊文那么多年 就算不是轻生的 也还有感情在 他知错了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我无语地笑了笑 你不用说了 不管是你 还是他 我都已经给足了机会 没有下次了 你走吧 他似乎知错了 低头啜泣起起来 然后把手里那碗汤递过来 叔叔 你喝了它 我就走 不然 我真的很过意不去 林家自以为把欲望隐藏得很好 却不知道 在我眼里 他们无所遁形 我活到这把岁数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怎会读不出 钱藏在一双眼睛底下的罪恶 我对他说 你该走了 再不走 就晚了 他哭喊 叔叔 你不喝汤 就是不打算原谅我 我真的知错了 求叔叔 帮我找个学校继续读书吧 我父母重男轻女 我哥哥吃喝嫖毒 每样都占 要是就这么回去 我一定会被他们 见卖了幻彩里的 我挥挥手 还是坚持让他走 他把汤放下 拾起小性子 反正你不喝汤 我就不走 叔叔 我可告诉你 现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孤男寡女的 传出去成什么样 我可不能保证 他是要一条倒走倒黑 我没有继续阻止他 叫他去厨房 帮我拿一瓶水 等他回来时 那碗汤已经没了 他惊喜地看向我 叔叔 你都喝光了 我点头 然后坐在沙发上浅眠 装出不舒服的状态 很快 就见他露出马脚 取出了一个电动取经仪 到这里 我已经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无非是要取经 怀上我的孩子 然后母瓶子贵 一步登天 我想了想 现在若是阻止他 无非就是教育两句 改人出门 并不能让他认识到错误 可能还会越陷越深 若不让他在这个事情上 栽个大跟头 他还以为我是个好算计的 于是 我没有让他得逞 翻了个身 睡过去了 不出我所料 他第二天 第三天 都来了 每天都带来一样的汤 说是要给我当免费保姆 以此表达歉意 我没有再拦他 而是让助理将他的计划 偷偷告诉俊文 之后 我让助理把俊文安排进家里 当园丁 以此看他的表现 他不动声色 表面上对我很顺从 也很乖巧 像集了一个改过自新的孩子 我不知道 他是真的有一点改过自新的想法 还是跟以前一样 另有谋算 总之 先用他断了林家的邪恶想法再说 我以为 林家看到他回来后 会与他重修和好 毕竟 在外人的眼里 现在我等于是 给了俊文一个机会 他还是有可能成为 我的继承人的 没想到 两人谁都没有主动和好的意思 甚至见了面 也跟仇人一样 相看两眼 因此 林家并没有改变计划 还是一如既往地给我炖汤喝 他在汤里面放了一种混合药物 既有安眠药的成分 也有某种催情作用 此前 他只敢放安眠药 一般男人 服用之后 都会情不自禁 这样 用不着自动取经仪 就可以成功取到东西 这汤 我每一次都没有喝 但总做出喝过之后的状态 俊文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似乎对这一无所知 可 林家每次行动 我都让助理悄悄地告诉了俊文 这天 我依然乖乖喝下林家准备的汤 喝完后 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俊文进来了 他在垃圾桶里 丢了什么东西 就又出去了 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 抓林家现场 不一会儿 他像之前那样 在我周围反复检查 这一次 他在垃圾桶里 发出了嘀嘀的惊呼 听起来很高兴 还扭头对着我说了句 老东西 就知道 你克制不住 迟早上套 这天之后 林家就没再来给我炖汤了 我让人去调查他的现状 助理告诉我 那晚他放完垃圾桶后 就立刻离开了我家 然后直奔一家小诊所 他把所有的名牌包都卖了 花钱在那诊所里 做了个试管音 他目前已经怀孕了 他每日在社交平台上更新日常 每句话都暗示 以后会母平府贵 我偶然间发现 俊文在看他微博的时候 笑得肚子都弯了 我很好奇 他给林家准备的金子 到底是谁的 如果是他自己的 这有什么好笑的 就这样 风平浪静地过了十个月 这天 助理告诉我 林家来找俊文了 我虽不在家 却能透过监控 了解家里的一切 林家肚子已平坦 打扮得十分艳丽 一进门 就用一种非常轻蔑的目光 从头到脚地打量俊文 接着 眼嘴发出嘲笑声 瞧你这个穷酸样 果然还在这里当仆人 俊文也不生气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微笑 怎么了呢 林家双手抱胸 笑话他 你该不会以为 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 就能回到这里当副少爷了吧 笑死人了 我告诉你 假货永远是假货 在真少爷面前 假的永远上不了台面 自然 也无法继承财产 你就在这里 做个永远的仆人吧 俊文反驳他 假的也比你半毛钱关系 都没有得强吧 林家扑斥笑出来 程俊文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不过 我很快就让你心甘情愿地跪下来 求我帮你 不过 我告诉你 我恨你 恨透你了 我不会帮你 我还会一脚 把你抬死在你垢里 让你永远都翻不了扇 俊文眯眼笑 对着他的背影 喊了一句 我等着瞧 第二天 林家抱着一个婴儿 出现在我公司大楼门口 他的身后 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媒体记者 面对镜头 他哭着控诉我 我叫林家 今天在这里 我要实名举报 程明辉强暴我 并且导致我怀孕 我本来想打掉孩子 可是一想到 这是一条无辜的生命 就于心不忍 我只有一个诉求 那就是让我的孩子 认祖归宗 回到他父亲身边 因为前两次的前科 大家都没有相信他的鬼话 就连各大新闻 也都是说他死性不改 又出来作妖 他抱着孩子自己开播 冲着镜头大声吼 没有哪个母亲 会拿自己的孩子开玩笑 这个男孩 的的确确就是程明辉的孩子 你们不相信 大可做亲子鉴定 我不怕 他豁出去的劲 感动了不少宝妈 舆论逐渐趋向支持 林家之前是很坏 但他这次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而且 这种事情做个亲子鉴定 就能变真伪了 要是假的 他就是恶意诽谤了 那可是犯法的 他总不至于连这个都不知道 虽说程明辉 曾经是获得一等功的大英雄 可他现在是生意人 人不是非黑即白 曾经是好人 现在也可以是坏人 就因为我曾经获过一等功 这件事发酵的更大 影响面更广 我出现在公司 大家看我的眼神 都戴上了些许笔 在他们眼里 我强 林家弱 这世界 向来是以强林弱 林家火速报警 以及控告我强暴塔 一旦罪名成立 我将难免坐牢 大家都说 林家或将靠墙堡里的小婴儿 成为最有钱的皇太后 我没有急着做亲子鉴定 任凭事情继续发酵 转头问俊文 你觉得 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这几个月来 俊文一直边读书 边在我家做园丁 表面上看 他情恳谦和 与之前大不相同 也从不主动 跟我提回来的事情 外面的人都说 我迟早会把他接回来 当接班人培养 现在林家这件事一出 他就成为热点之一 大家都说 真正的继承人出现了 他没戏了 此时 他对我说 我认为应该 尽快去做亲子鉴定 我相信您的为人 绝对不会是 林家说的那样不堪 我感叹 如果林家第一次 污蔑我时 你就有这样的觉悟 我相信 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他面色微变 没有说话 我叹了口气 就说 鉴定就不做了 既然他需要潜养孩子 我满足他 什么 俊文直接跳脚 声音高得整栋楼 都能听到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他这明显就是污蔑啊 你居然心甘情愿被他讹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看着他现在的癫狂模样 我叹气 果然还是没变 只不过会装而已 我说 反正我之前也养了你18年 也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都能为了培养你 跟你一起过穷日子 现在送上门一个孩子 我没有理由不养 毕竟 我真没孩子 不行 他走来走去 全身都浮动着暴躁的英子 连着吼 不行不行不行 你敢不去做亲子鉴定 我绝对不答应你 我轻笑 你有什么立场阻止我 我们的关系 早就已经解除了 现在你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员工 他急了 跪下来 拉着我的衣服 求我 爸 我求你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以后我会好好听你的话 绝对不会忤逆你 你就让我回来吧 我叹息 你现在都不听我的话 谈什么以后 我看到他眼中的绝望和愤怒 接着 他指着我的鼻子怒骂 我懂了 你分明就是想占有林家 想趁此机会 娶他回家老牛吃嫩草 不等我说话 他就放下狠话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 这家公司是我的 你的钱也是我的 谁都不能抢走 如我所料 他抱走之后 就跑去媒体面前爆料了 他放出自己视角的录像 录下林家从垃圾桶里 获取精子的全过程 还放出林家去小诊所 做试管的全记录 彼时 林家还在开记者会 接受媒体的提问 这两个视频一出现之后 全场的唾沫声 几乎要将他淹没 林家理直气壮地大喊 就算他没强暴我又怎样 反正孩子是他的 他赖不掉 他哥哥和父母在旁边支持他 正必高呼 让我负责 俊文突然出现 对所有人说 孩子不是我父亲的 而是林家的亲哥 林诺的 你们不信 可以去查一查 如果鉴定结果是否定的 我会劝我父亲 配合你们做亲子鉴定 林家恨得牙痒痒 为了打脸俊文 立刻就跟亲哥去做亲子鉴定 整个过程 兄妹俩都在诋毁我跟俊文 说这是我最后的挣扎 他的哥哥 林诺要我赔他一百万的精神损失费 结果出来时 他们没有看 而是自信满满地 把单子贴到镜头面前 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清楚 这是我儿子跟我哥的亲子鉴定 看清楚了 镜头给了一个特写 结果表明 两人是父子关系的几率 是99.99% 成立 他们的直播间弹幕齐飞 大呼炸链 林家脸色苍白 反复查看报告单 直呼不可能 兄妹俩都快要疯了 只有俊文一个人 哈哈大笑 杀别 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儿子 你以为是什么好货 林诺像是想起什么 脸色猛变了一下 那个女的是你派来的 你是让她偷走我的小蝌蚪 俊文耸肩 话不能乱说啊 你有证据吗 再说了 那东西就算是我丢的 那我也是丢进垃圾桶里 又没有塞进你妹的肚子里 她自己犯件 从垃圾桶里偷儿子 怪谁 林家瞄懂 下一秒 就又哭又笑地尖叫出声 孩子丢在一边不管 冲着俊文扑过去 要杀了他 俊文一脚将他踢开 冷笑 跟我抢 下场就是这样 林家的阴谋全部败露 受尽白眼和指责 只能灰溜溜地抱着孩子 回乡下躲避骂声 一天后 俊文来跟我邀功 要不是我机灵 你早就着了他的道 你该知道 我是把你当做父亲看待的 就让我回来吧 我看着他 冷漠且严肃 他被我的眼神震慑到 挤出一个甘巴的笑 爸 你这什么眼神啊 都这么久了 你该不会还记仇吧 我之前那都是被林家的鬼话 蒙了心才犯错的 我现在已经改了 你就让我回来吧 我们立刻去补办领养协议 不然 你无子无女 老了以后谁养你 我到底是名校毕业 不丢你的人给你打理公司 不好吗 我等他说完后 就拍了拍手 下一秒 房门打开 几位警察走进来 对俊文说 程俊文 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杀人未遂 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俊文脸色大变 胡扯 我没有杀人 证据呢 把证据拿出来啊 我终于忍不住发怒 用力拍桌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过去几个月的时间 你日日在我的饮食里下毒 就等着我要效发作去世 你以为我不知道 他愣了一下 然后紧张地说 不可能 你随便去检验 你的饭菜里 根本就没有毒药 是没有直接的毒药 但你利用香客原理 把中草药弄进我的汤里 长久喝下去 就是慢性中毒 你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留了证据 有什么话 在法庭上说吧 他面如死灰 只能大吼大叫 而我 已经背过身 不再听他说话 不久后 我胜诉了 俊文被判了五年 学校也将他退学了 而凌家并没有就此脱身 我依法追究他 诽谤我的责任 再不久后 也同样胜诉 他被判了两年半 但因为孩子的原因 得到了缓刑 这个孩子 并非他哥那个 而是他又怀孕了 借此 逃避法律的制裁 可是 他的日子并不比坐牢好过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导致凌家臭名远扬 他哥直接没人说没 于是 全家人的气 都撒到他一个人身上 才过了三个月 他就流产了 原本的孩子 因为是近亲产子 先天性疾病太多 每个月都要跑医院 他父母心疼孩子 就让他出去赚钱 他支撑了没多久 就想跑路 结果又被哥哥抓回去毒打 直接废掉了双腿 不到一年 他就疯了 被送进当地的精神病院治疗 得知这些时 我正在办理领养手续 我又领养了一个孩子 我给他取名俊文 以此 纪念我那个胎死腹中的亲儿子 十八年前 我为了破一起拐卖案 毅然深入罪犯腹底 后来 如大家所知 我成功解救所有人质 却因此瞎了一只眼 极少人知道 我的妻儿 被他们的同伙报复致死 那么一等功勋章 我不配拿